在台南歸人區那麼一家廟裡頭 他們供奉的是祝生娘娘 所以其實廟方在每年的農曆8月2號 他們都會舉辦祝生娘娘誕辰的祭典 依照上百年的傳統習俗 特地他們要準備麻油雞料理 就是讓信徒們大家都可以吃 由於明年是龍年 所以非常多人想要拼龍子或者是龍女 信徒會特地來到廟裡頭祭拜 順便吃上一碗熱騰騰的麻油雞 希望說心想事成 廟前廣場這一大鍋的麻油雞 香味肆意 信徒人手一碗吃得超級過癮 這是台南歸人一間廟宇 祭拜祝生娘娘所辦的活動 希望能夠為信徒帶來好運 吃到好吃的那個麻油雞 這每天一定要吃 吃平安 對啊 祝生娘就請 廟方說依照當地習俗 農曆8月2號有祭拜祝生娘娘的傳統 特別是有兒女的家庭 都會祭拜到小孩16歲之前 而且每年都會用加入米酒烹煮的豬肉來祭拜 當地的居民也會辦流水席 就像是小過年一樣相當熱鬧 不過這項傳統也隨著時代演進逐漸消失 現在廟方重現傳統 準備超過200斤的麻油雞 就在廟前廣場搭棚子跟信徒分享 因為明年是農年不少想要生小孩的信徒特地來到廟裡參拜 再吃上一碗麻油雞 希望明年都能夠順利達成心願 記者楊华 台南報導